昨天呢我收到了女儿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 他向我询问5月19号学校要开学了 CTA要不要回到幼儿园去 我的回答是我们打算考虑在6月份回到幼儿园 然后呢我又追问了 接下来老师会不会配戴PPE上班的问题 他的回答说是 可是政府承诺的PPE呢 始终都没有发放到学校 然后我就坐不住了 那我今天就打算 我把家里剩下的几百个口罩 捐给幼儿园 我现在准备出发 街上的车流比之前大了很多 昨天省长说要推迟一周 开放我们的商业 所以今天我走上街头看一下 街上还是很荒凉 再加上今天天气也不好 灰暖暖的 所以路上也没什么人 我给你带了 我带了 我送完了我的这个口罩我已经出来了 今天没有采访成因为接待我的这位老师 他正好心情特别不好 他说他刚刚一位侄子去世了 所以他哭得稀里哗啦跟我聊了一会儿 所以我问他能不能采访 他说他心情不好对不起 就不能接受采访 不过呢他表示幼儿园已经收到了 魁省家庭部发放的日托开放指南 5月19号起第一周每个老师会带2到3个孩子 第二周再增加一倍 计划到6月22日全部孩子都回到幼儿园 因为缺乏防护用品 机构内的很多老师对复工都表示了担忧 关注七天了解真实的加拿大